和大家看兩條片 都是同一件事 是2021年5月7日 發生在South Carolina 南加羅尼州 有一個男子 打電話 向警方求救 因為有些精神病危機出現 警察來到 來到之後 大家看看 第一個視頻 應該是來自 警車擋風玻璃上的攝像鏡頭 我先和大家講 另外一個角度 先去片 我們先去片 我們先去片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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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到這隻手 叫了幾聲之後 這是第一槍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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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我的司機 另外一張相模 這裏有第二張照片 也同世界 有一位母親正做安慰 樂衆困想自殺的坼子 不用安慰他自殺 要警察幫你 我們來看看 讓我看看你的手 讓我看看你的手 手,手,手 讓我看看你的手 OK,我們有槍擊 好了 那麼 那麼 美國的警察 去到 我想都不夠十秒 五秒多 都未必有 去到 要見到這隻手 並沒有嘗試了解情況 也沒有跟那個 在車旁的媽媽聯絡 然後就 幸好 所以 應該這個人 就是 並沒有 並沒有死亡 等一下,應該有他的 資料在這裏 看看 他 應該 大命不死 不過現在 他的家人 應該就是 告警察 就是 在 未曾 嘗試 將情況 在降溫之前 開槍